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月11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金正恩 金正恩的生日呢,是1月8日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日 恐怕这个世界上呢,除了金正恩和他身边的人以外呢 就只有一个人记着他的生日了 那就是川普 川普呢,还记着人家金正恩的生日 就在1月8日的时候呢,韩国的领导人 韩国的国家安保室市长 他叫安保室,韩国叫安保室 其实应该是叫安保局或者安保部 反正是他们国家的这个安保室的市长 他到美国白宫去访问的时候呢 川普就跟他提出来说 哎呀,今天是金正恩的生日 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口信 我就祝金正恩生日快乐 结果呢,这个韩国的领导人回来以后呢 就想办法,是9号的时候 就向金正恩转达了川普对他的问候 就转达了给了金正恩 金正恩今年是36岁生日啊 他由原来呢,是全世界最年轻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现在呢,他慢慢的他自己也变老了哈 现在呢,他36岁不过离40岁还有4年的哈 就快要步入40岁了 40岁就是人到中年了哈 这个呢,我们就不去说了 那金正恩呢,他9号的时候 收到了韩国给他转达的这个生日祝福 10号呢,他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11号的时候 朝鲜的这个朝中社 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媒体了 朝中社呢,就发表了朝鲜外务省的顾问 叫金桂关的声明 他在这个声明里面呢 提了这个事,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现在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金桂关呢 他一方面就承认金正恩与特朗普的关系呢 是不错 打引号的不错啊 但是同时指出来呢 这种亲密的关系 不会对朝美谈判产生直接的影响 韩国方面 他说呢,韩国方面已经于10日 这个韩国方面说是9日 然后他这里面说已经于10日 已经向朝方转达了特朗普对金正恩生日祝福的这一件事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 韩方呢,特别激动的发来紧急通知 转达了美国总统的生日祝福 非常激动 韩国有点大英小怪的啊 但是朝鲜方面呢 已经接到了美国总统的亲密信来 就等于说是呢 之前 不知道之前之后啊 反正是川普呢 他一面让韩国给他带话 带一个口信 说他对朝鲜呢 这个领导人金正恩36岁生日祝福 但是一面呢 他自己已经向金正恩发了一个亲笔信了 就在这个韩国向他转达这口信之前呢 金正恩已经收到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 这金正恩呢 现在36岁啊 36岁其实仍然是挺年轻的 但是金正恩 他不是一般的年轻人 他是相当的成熟 不愧是将门胡子啊 你得说他爷爷是谁啊 他爹是谁啊 以前那个陈胜吴广呢 曾经在田间地头 跟那儿就哀叹 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有种啊 人的遗传基因是非常重要的 遗传基因是主要的因素 我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呢 有一门课里面 这门课里面就在探讨说 人的这个内因是主要的 还是外因主要的 这内因主要外因主要 咱们中国在学校学的时候呢 也学这个 那老外就是探讨呢 是你的nature是主要的 还是你的nature是主要的 nature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身 nature呢 就是你在整个的长大的过程当中 你在社会里面所受到的教育 熏陶和培养 哪个是主要的 这个呢 就见仁见智 有可能会是一个 永远都无解的一个问题吧 有的人认为呢 就你的nature是主要的 有的人认为呢 nature是主要的 就是你内因还是外因 咱们中国咱们上学学的时候呢 说是这个外因呢 一定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 这牛不喝水你按不到河里 就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就是这个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一个通俗的一个说法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逻辑呢 还是内因是主要的 那我个人呢 我就认为内因是主要的 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这个 你这个基因 你一出生 你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呀 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怎么样啊 你的口头表达能力怎么样啊 这些呢 这个是主要的 尤其是你的这个能力 你的领导能力 你的表达能力 尤其是领导能力吧 应该这么说 咱们说的是 王侯将相拥有种乎 对吧 王侯将相真的是有种 像金正恩就是一个例子 他呢 就是因为他爷爷 他的爸爸都不是什么怂人 才产生了一个金正恩 他也不是怂人 那倒不是说这个父母 像金正恩 他的爷爷 以及他的爸爸呢 必然产生 他们家的兄弟姐妹 一概都是跟金正恩一样 那也不是 咱们中国人现在有一句话说 叫出生是一个技术活 投生是一个技术活 那你在你老爹和你老妈 对吧 他们两个这个精子和卵子 这个产生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的这个基因呢 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你老爹 你老妈 他生出来这些孩子 全都一样 他不是一样的 有的孩子呢 就强一些 有的孩子呢 就弱一些 最典型的例子呢 咱们就看以前的皇帝 对吧 那皇帝呢 为了能让他的种延续下去 能为了让他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继承人 他就是三七四妾 七十二嫔妃 对吧 他是那个三公六院 七十二嫔妃 是这么说的 他就取好多好多 还要精挑细选 就是为了让他 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呢 先天就是一个两种 这个我不用多说了 大家应该是比较认同哈 我们中国人都会比较认同 好 我们说的这个朝鲜呢 已经收到了美国的这个亲笔信 这个金贵冠又说 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 友好关系呢 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看人金三胖 并没有大惊小怪 但是呢 韩国要介入金正恩 和特朗普间的友好关系呢 未免过分 不要妄想着 朝方会对特朗普的生日祝福 感激替零 并重返对话 他不会因为说 对我进行生日的祝福 然后呢 我就原来不想跟你对话 我现在跟你对话吧 原来我有的条件 现在我撤销一些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很有主见的 韩方最好谨慎重视 这个对韩国不大友好啊 金贵冠在声明中强调 缓解制裁不是无核化谈判的筹码 只有美方接受朝方的要求 才可以重启对话 就是你美国 哪怕你给我缓解这个制裁的话 我都不会答应你 我有我的要求 金贵官指出说 朝鲜不会像过去一样 再被美国欺骗 这个全世界现在都在成熟啊 全世界现在都在 对美国呢 越来越认清 其实呢 也不是说呢 全世界呢 提高了这个认识 以前是智力不行 现在智力行的也不是 就是美国呢 他们越来越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与美方的对话桌上 朝鲜浪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年半 他们很后悔 这一年半的时间呢 还不如就不离美国 就跟着发展他的核武器 以及那个远程导弹 如果不耽误这一年半的时间呢 他的核武器发展的呢 就更好一些了 他的远程导弹呢 可能也已经是研制出来了 现在对美国呢 具有更大的威胁了 金贵官又说 只有美方在完全同意 朝方提出的条件下 才能重启对话 现在这个金正恩应了 金正恩 他有他一系列的要求 只有你美国完全答应我 你完全答应我的条件 我才能和你重启对话 你听明白了吗 我在跟你对话之前 你就得答应我的条件 你要再跟上次似的 我去了以后白去 那是不行的 现在多强硬啊 但是朝鲜呢 很清楚 美方不准备 也不会这么做 他们现在对美国呢 也看清了 是不会像过去一样 被美国欺骗 他表示说 朝鲜深知 要走自己的路 让美国无路可走 这是我家上的啊 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这是他自己说的啊 也会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朝鲜的这个金贵官啊 在他们的朝中社 发表的这篇文章啊 这个声明 这个声明非常的严厉 前一阵子呢 美国定点清除了 伊朗的高官的 以后呢 好多人 好多那些个甜美派 就得意洋洋的说 金正恩吓尿了 说是呢 这回金正恩服软了 金正恩看来 根本就不服软 金正恩现在呢 其实他看到了 伊朗的这个下场以后呢 金正恩有可能是 惊出一身冷汗 就说我得亏没有走 伊朗的老路 我得亏没有跟这个 川普达成协议 得亏没有让联合国 检查的那个小组 天天跟伊朗一样 天天到我这检查 让我全部都废除 得亏没有 如果我有的话 现在被定点清除的 就得再加上金正恩了 金正恩现在呢 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这一点 应该再也不会相信美国了 他说你必须得 全部答应我的条件 我才跟你谈 而他现在呢 也很清楚 美国是不会答应 他这个所有的条件的 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呢 朝鲜现在 他就要自己 走自己的路 让美国无路可走 当然了 川普 他现在对金正恩 这种态度呢 他自己也知道 并不是说 我就说这么个便宜话 我给他写一个 这么一个美丽的信 然后金正恩 就会改变他的主意了 不会的 川普这老头呢 也没准 他会觉得 说这个朝鲜呢 这小孩 相当于这个川普来说 这金正恩就是个小孩 对吧 之前呢 他有可能说 觉得这个小孩呢 好对付 现在 他应该是很清楚了 尤其这个朝中社 他发了这篇文章 金正恩都不亲自说话 金正恩都什么都不说 朝中社发了这个声明以后 川普现在心里面 应该是对这个年轻人 应该打消他那些天真的念头了 相对于金正恩来说 伊朗真是太天真了 伊朗太天真了 不过呢 伊朗他们也不是人人都相信美国的 之前他们签的 15年签的那协议 费老子进了 欧巴马那会费老子进了 因为伊朗的内部呢 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美国的 那你现在美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已经告诉伊朗说 我还确实不可信 金正恩现在也坚定了 美国不可信 全世界应该所有的国家 现在全都坚定了 美国不可信 谁如果相信美国的话 那谁就是傻叉 谁就是大傻叉 现在全世界应该都能够看清这一点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吩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转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